天氣非常好 放晴 我們去了尖沙咀 我們的目標是海港城的一間拉麵店 我在路上看到一間跟副部長同音的店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的目標 一環拉麵 今天是Kana的生日 我們剛才看到一間同音的店 昨晚看到這間一環拉麵 做正日生日免費 一碗拉麵 同行者是有折的 我忘了是5折或8折 但只限拉麵 會有折 小食的不會有折 最後 麵雖然是折 但加一是正價拉麵的價錢 最有名的是蝦湯拉麵 但Kana不吃蝦湯拉麵 所以要轉其他 我看看會有什麼麵 或者會不會有其他湯 如果真的沒有 我就 唯有 轉做 不喝蝦湯 吃的敏感藥 大家可以看看現在有什麼吃 可以選什麼麵 對 季節限定就是蝦蝦湯拉麵 我看到剛才有個 櫻花蝦拉麵 這些都是小食 飲品 就是這樣 等一會 我們點了 我再拍給大家看我點了什麼 Kana現在選了 濃厚豬骨湯 我在豉油和味噌之間 我選了很久 最後我想一想 味噌的味 應該會圓潤一點 豉油會鹹一點 那我就選了這個 然後我就選了粗麵 因為打算比較重口味 應該是吃粗麵 會比較適合你的 但是我覺得 竟然加那些炸粒粒 都要加10元 好像有點貴 但是 它又寫在旁邊的麵 是紅薑天婦羅 如果它不是普通炸粒粒 我都明白它為什麼要加 但是叉燒飯要45元 我就沒什麼興趣了 其他這個 我們只點了一份餃子 在Kana Bar那邊 糖心蛋就一隻10元 Kana媽說不用 所以我也沒有要 叉燒有3片30元 少少貴 還是沒有選到 因為想著看看 會不會有其他東西 適合 然後 它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對 我們現在先點了 等一會再見 暫時點了 點了這些 然後 然後 就這樣 但它是還沒減價 所以我們可以等一會再看看 好 剛剛點了拉麵 我們趁拉麵來之前 Kana帶大家一齊看看 拉麵店的環境是怎樣 其實是很光亮的 主要其實就是採光了 但是其實可以看到 左邊的位置 的單人位其實是比較淺窄的 女子其實放在袋子 就已經是沒有什麼位置剩的了 但是這條路就叫做好行 不像日本的拉麵店那麼窄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很多 年輕人都在看著圍港 在這裡吃拉麵 也很享受的 好 我們先跟上圍港的景色 先看看吧 Kana為什麼沒有選到這個位置 看著圍港吃拉麵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 剛才一進來的時候 它比較曬和熱 它這個位置 比較近入面的位置 冷氣不是很足夠的 我又怕熱 沒有選到 就選了比較外面的位置 再者 因為我弄傷了腳 它這些位置全都是高腳椅 上落有點危險就沒有選到 我們現在看完圍港的景色 我們就走回去等拉麵 我想說 它這邊有些位置 是會有貼心的USB充電位 但不是每一張都有的 例如現在這一張 它是沒有的 但是Kana的位置 我就這樣看 好像也是有的 那你們可以看完 大家先補充一點資料 那一幻拉麵在日本北海道窄房 是人氣第一的拉麵店 它們的主打 就是用甜蝦蝦頭 熬成的一個綠湯底 它在短短的幾年時間 就在日本那裡 拿到很多人氣 所以Kana媽也很期待 這裡有拉麵櫻 我最後在片面會放一個 它的放大版出來給大家看看 另外它是有這些拉麵可以買回去的 看看好不好吃 好吃的 18元也可以的 價錢好像比一蘭那隻便宜一點 它是北海道人氣No.1的蝦湯拉麵 這間碰頭的定位 然後呢 我剛才還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它的麵 雖然有得讓我們選擇粗度 但是它沒有得讓我們選擇軟硬度 比較少是 即是叫正派一點的 日本拉麵 是沒有硬度讓我們選擇 因為我很喜歡吃硬一點的日本拉麵 到它來到 可能吃頭一兩集是比較硬的 其實是吃吃吃的 其實它的軟硬度是最好吃的 特別我去吃一蘭 日本一蘭我也是 我選擇最硬 吃吃吃就很適合口味 另外它的調味罐 還有一些東西看的 我給大家看看 對 它有這個 它有這個 是蒜 看上去是蒜用來的 那這個是蒜用來的 這是蒜用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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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面也已經到了 這是拉麵的胡椒 這是拉麵的胡椒 還有 這是拉麵 它應該不是七味粉 這應該是一味粉 我猜是 其實卡納花和卡納花 這兩碗都很重的卡通味 這碗是我的 我等於拍一張照片 停下來 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連麵都還沒來吃 煎餃都來買了 五隻餃子 但已經35元 平均要7元一隻 其實我覺得有點貴 其實它在碗邊 也有一點點心思 這幾個日文字 其實它的意思 就像哈拉麵的意思 Bistoper的日文寫法 我們先去吃 再不吃的話 麵就變得軟 這一張是Kana的粗麵 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而這一張 就是Kana的粗麵 和Kana Ba的右邊的對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粗有分別 為什麼我這裡多了兩隻蛋呢 Kana Ba給了一隻蛋 Kana Ba給了一塊叉燒 Kana Ba的蝦湯 剛剛吃了一口 其實蝦湯味 我先吃了Kana Ba那一口 Kana Ba也給了一點麵 它那個蝦湯味 也很香 很濃 但是 我那碗 因為混了一些朱古 就一定不會被他們說過那麼濃 但其實就這樣聞 都聞到很香的味道 大家其實也看到 這些白色的 是那些 臀骨貝脂 我現在先吃一口 讓大家聽一下 吃麵會悶悶悶悶 大家不要介意 嘗嘗 我想說 朱骨也很美味 有朱骨 因為我選特典的朱骨 它的味道帶了一點點蝦的香氣 但是 它因為有朱骨的濃口味 它那個油膩感 跟茶匙感 已經豐富龍湯味 我比較推薦這個,讓Kana媽嘗試一口,還有喝湯 我覺得蠻好吃的 Kana媽現在馬上聽到我說,馬上嘗試一口 然後是Kana媽 我重複一次,我選了豬骨溝味噌 大家可以試試Kana這個食法 如果有朋友一起來,大家一起交換來試試 Kana媽真的不錯,我真的挺推薦 好吃 Kana媽那碗加了鹽味,所以好像剛才說,我會比較鹹 好,那我先專心吃,待會見大家 好,那我現在試一試它的餃子 我試一口原味,之後才點它的醋 就是最普通的白菜豬肉,應該是高麗菜豬肉 醬汁 醬汁是比較好吃的,有味一點 其實它是不是很出色呢,就不是的 但它那個餃子皮是好吃的 我覺得不是必買的一個小食,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然後現在先吃叉燒 Kana媽說很嫩,我試試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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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口色都,可能不是肥叉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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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味都ok 嗯 嗯 另外呢,剛才我說的炸粒粒呢 它不是放鬆炸粒粒 它真的裹了一些紅薑結細粒粒的 那我明白了,它說要加10元 那它這個,我覺得都明白,手工快樂 那我加了少許一味粉 那我試試看,它會好吃 先試一下 嗯 加個少許辣的,也有一點不同的好處 但我不建議大家一開鍋就直接加,是吃著吃著 吃到一半,開始加辣椒粉 或者加辣椒,然後再加大蒜 就是程序漸中,那由淡到辣去加 那那麽丹麵,其實到時候都很公平的味道 到那麽層次了 可以試一下,我當然都會慢慢再加 但是可能我吃不完,或者我花賣的那個 算了,我才會做一個總結 那給大家 A FEW MOMENTS LATER 那就是給你看看,是不是親日那碗辣椒 蝦味呢 很深色的湯 那碗煮湯 我一定有份,三隻就吃到它沒有湯 但是呢,剛剛呢,我其實加了蒜的了 其實加了蒜是吃過的味道 但是,胡椒呢,加了蒜的了 那麽味道就沒有什麼很明顯的改變 反而一味粉的味道呢,是明顯一點的 但是,那吃到最後呢,我覺得可能 可能蒜,蒜也開始有點冷了 那我對那些香味是比較敏感的 那我就覺得那些蝦的蝦膏,可能是蝦膏味 那種香味就開始出來了 然後呢,再去到現在吃到最底呢 那我不真的吃得太冷了 還是什麼 我是剛才開始吃到一些苦澀的味道 那我建議大家呢 因為我是拍片要跟大家說的 那我還要吃得慢了 那它會冷了 我建議大家吃完小麵 炸炸的吃完它 那是最好吃的 剛剛已經沒看完吧 然後拍片就是呢 冷了 那總括來說呢 最後就是 88塊的蝦膏 其實價錢都OK的 即是在香港來說 那我覺得 那一款都算正宗的蝦膏 那它... 但是它套餐當然會再大一點 但是你要留意的是 你叫套餐是不可以用任何折袖或者挑抗的 那你們要留意一下 那因為剛才大概看了 九十幾塊塊 那大概一塊蝦膏 然後之後有一個小食家 那它有自己準備的 那這個可能要等待再錄給大家看 或者大家留意一下 好 那Kana吃完之後 就去買單狗了 好 那我們呢 我們上次吃人了 那選了一個生日價 那還有Kana媽她們的截圖之後呢 就是吃了二十幾塊蝦膏的 那接著呢 我發現了一樣東西 那它剛剛有其他客人 叫了一個兔心 那兔心的呢 那兔心是新的 那兔心呢 也不像我剛才剛才六片一樣 有一個塑膏的 那好像一個男生這樣呢 它那個是木片的 那之後 但是它有一個 剛剛我看到它的蝦味飯糰呢 那蝦味飯糰呢 很大塊 而且很厚實 我覺得如果想吃飯你配 當然飯糰有顏色 應該是蝦湯的飯糰 如果想吃碳水 20元一個飯糰我覺得很划算 比吃碗八八十五元 剛剛那一天輕鬆了 我可以拍多少 碗面小了 給大家看得很清楚 是沒有字的 這邊還有一碗看到 就是這樣 如果是這麼小 反而這個套餐就沒有這麼大 都是大家斑點回來拍高一點 拜拜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套餐就是拉麵選一個 葉姻選一個 這兩個是要錢的 之後的小吃是免費的 然後這個就是生日的優惠 所以10月的人千萬不要錯過 但是這個跟套餐一樣 也可以跟其他優惠店一起試用 要注意一下 還有這個是英花拉麵的廣告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麼大 我才看得到它有秋葵 要不然其實我都會想點個秋葵吃 那在拉麵旁邊 就有這間來自台灣的藝術房 那它的廣告都很漂亮很漂亮 而且它的裝修都古色古香 我覺得很特別就拍下了 但今天就沒什麼機會再來試 那走近出口的地方 它有一間西餅店 它的傳出裡面的西餅 全部都很有香港特色的甜筒 西多士生餅餅 杯麵 露天紅仔餅 菠蘿油 檸檬茶 超可愛的 但是最吸引的是這個栗子的馬德蓮 但是我不碰完 有沒有貨和多少錢的時候 它就說他們的馬德蓮 是積極積極的 還要等10分鐘左右 但是我們趕著去check in 我們就沒有買 最後呢 去天星馬頭的阿菠蘿 買了個娛樂雪糕 那這間是沒有我想買那些奇趣杯的東西的 那我最後選了這間 由小到大最愛的士多啤梨加 以前叫藍珠果 現在就是叫藍莓的組合 那吃完之後 我們就搭小倫 跟著就去酒店了 那請給我看一下 好幾開心 好幾開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